用薄砂来看看能不能撼动马龙 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上来 通过自己这种速度上的优势 包括衔接速度 马龙正手反拉 直接开场球 对 空短 飘飘的一个正手短 这个发球变性的这种组合性的打法 马龙确实有很大优势 好球 对逐渐拉开了比分 还是发正手短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冲击力和杀伤力 马龙拿到局点 用一个调打假动作的掩护 马龙不仅仅是一个老大哥 而且呢在技术的那种实力表现上 让小的一个自己呢 并没有打开 并没有放开了去冲去拼 是的 这种优秀的运练在自律性上表现出来的这种 好球 好球啊 这把 马龙回到一个中路球拌出台 这个球正好顺手拉出来的一个小三桥 嗯 太想到 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用线路意识难门可贵 你看到发球 你的搏杀就被压制住了 对 你就没有办法去搏杀 这可能问题还是出在平时啊 通过这场 9比3 马龙9比3 正手调打 10比3 对 而且在揭发 他的态势没有打出来 4 4 5 6 5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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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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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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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指率先要改变 马龙正手反了 这样的话11比5 马龙又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